網紅米莎過去的情路非常坎坷 2019年他承認他和孫安佐交往 而且還發生過關係 甚至還為了他而墮胎 那麼孫安佐昨天晚上在成人平台上 跟陳怡合體直播 就還原當時的情況 他說當時米莎說有待避孕還 所以後來他懷孕了 他也覺得非常的震驚 但是這其實也改變不了說 他變成一個渣男的事實 孫安佐說因為他自己在有女友的情況之下 還跟米莎上床 孫安佐坦言他2018年有點不太懂事 很相信女生說的話 結果惹出一大堆問題 現在一定會戴保險套比較保守 再度講起米莎風波 他說差點就被女生的嫉妒心給毀掉 加上有時候他愛太多 有些女生會害怕失去他的感覺 再加上米莎也被他的老闆搞 所以米莎才會把這件事情爆開 孫安佐跟陳怡昨天在這個 SWAG平台直播的時候 他除了大談他的這個 約炮還有第一次等等經驗 但是當陳怡問到他 關於這個前女友的事的時候 孫安佐是突然變臉 他就反問陳怡說 你要不要跟我打拳擊呢 還問說你有沒有信幻想過我 那陳怡是立刻回答說沒有幻想過 因為感覺好像是在犯罪 不過他也立刻答應了 孫安佐的拳擊邀約 兩個人直接上演肉搏戰 讓整段直播畫面看起來超荒謬 陳怡開黃槍說 我們打一場有安全措施的 我有帶避孕環 而兩個人就接著直接開始對打 輪到陳怡進攻時 他還猛打孫安佐的頭部 直呼真的很爽 而孫安佐則是評比陳怡表現 說他一定比一般女生厲害 歡迎來隨時跟我運動 另外孫安佐在直播當中 也速度澄清自己的精神 並沒有異常 還說願意去做鑑定來打臉酸民 另外陳怡提起孫安佐曾經說過 自己在25歲時要幹大事 引起外界恐慌 雖安佐則是語帶輕鬆的說 厲害的人不代表可以隨便搞事 我的大事絕對不是恐懼 因為越高的越強的人越有限制 我對自己限制超多 比如說我的道德標準很高 我不幹偷雞摸狗的事 我從回來之後就沒有再說謊 我是一個很真實的人 再來看到的是名醫江坤俊呢 他日前被週刊拍到 跟女護理師是過剩的親密 而且兩個人似乎還在外面過夜 雖然江坤俊的妻子劉令勤 他對外是冷靜處理 還說老公其實每一天都有回家 不過其實根據了解這個劉令勤 他私底下的反應整個人是氣渣了 已婚名醫江坤俊近日遭報 與一名熟女護理師約會過夜 雖然他的妻子劉令勤聲明 江坤俊每天都有回家 對外力挺老公 但根據《鏡頭看》報導 劉令勤私下簡直氣詐 這名熟女小三還擺出正攻姿態 回顧劉令勤過往上節目 就說過江坤俊在家不做事 不僅東西亂丟還不會收拾 江坤俊也曾報老婆劉令勤 這個名字是改過的 因為命理師說家庭會興旺 但代價是身材會變胖 為了這個家 劉令勤實在付出犧牲許多 但在江坤俊的臉書 卻有網友留言表示 緋文早在醫院傳開 因為小三很囂張 常不自覺擺出正攻的姿態 好像怕別人看不出來一樣 讓律師李怡貞看不下去 忍不住狂酸 職場綠茶表 要當小的就要有當小的樣子 對此江坤俊和劉令勤 昨日共同聲明 目前家庭狀況一切良好 感謝各界關心 傳聞到底是真是假 恐怕只有當事人自己最清楚 對於週刊爆料 張坤俊的經紀人則是表示說 雙方都只是熟識的同事 他的家庭狀況是一切正常的 而張坤俊跟他的老婆劉令勤 兩個人曾經一起上節目 分享他們的戀愛經歷 他還透露說 是自己主動追求劉令勤的 而且兩個人的愛情長跑13年 到後來感情已經升華到 像是家人一般了 他更坦言說 其實自己身邊誘惑非常的多 但是呢 最後他還是決定 取回劉令勤 就是因為只有對方 可以穩住他的脾氣 江坤俊和劉令勤 曾經上單身行不行 分享他們的愛情故事 他就透露說 當年劉令勤 異性元極佳 苦苦追求 才成功得到芳心 而在交往之前 他得知劉令勤 給其他男生騎車接送 頓時促進大發 但是劉令勤知道之後 並沒有生氣 反而是向他冷靜道歉 在節目當中 江坤俊也坦言 兩個人交往到後來 感情就像是家人一般 再加上自己頂著 醫學系的光環 身邊誘惑頗多 但是因為老婆 很能穩住他的情緒 讓江坤俊認定要娶回家 當老婆 他說他在我氣頭上 完全不會跟我吵 會先幫我hold住 兩天之後再解釋 更坦言 家裡的大小事 包括了薪水 全部都交給老婆處理 自己只需要好好當個醫生 江坤俊說 他可以讓我有很大的舞台 沒有後顧之憂 我對他蠻有一種信任感的 而節目當時 一旁的兩性專家 也大讚說 劉令勤夠大器 有格局是屬於自我肯定的女人 轉換焦點來看到的是財經消息 相信今天有很多投資人 應該都high翻了 因為這個護果神山 台積電今天的股價 竟然衝破了1000元 那麼最高呢 這個盤周目前最高是來到105元 整個是大漲了26元 讓許多投資人應該都是非常的興奮 台積電今日股價突破 千元大關 早盤最高來到了105元 而回顧台積電今年股價走勢 從1月2日開盤593元起 在AI利多的加持下 一路飆漲至105元新高 漲幅將近7成 除此之外 台積電更是越越收紅 曾經在6月寫下單月大漲17.7%的紀錄 而截至6月28日台積電的股東人數 已經突破了124.6萬人 除了台積電大漲突破歷史新高之外呢 名列黃仁勳概念股的會友 也是連續漲停喔 他從4號一開盤的時候 他就這次跳空漲停到了108元 衝破了三位數也寫下了歷史新高 因為呢他從5月31號的收盤價25.8元 一路上漲到今天108元 短短一個多月 他就大漲了將近3.1倍 還被證交所盯上 列為是注意股 備受關注 回答共同創辦人 暨執行長黃仁勳 6月2號演講的時候 就大力稱讚台灣供應鏈 並且秀出了 將近40家的台灣廠商合作夥伴 AI地圖 當時會有還是名單內 股價最便宜的個股 儘管概念股漲勢也停歇 但是名列其中的會有 卻仍持續的跳空漲停 從原先5月31號收盤價25.8元 出現了連續9天亮燈漲停 光是6月漲幅就高達187% 雖然會有在6月中下旬 被關禁幣列為處置股 但在7月1號出關之後 他也一度重挫將近7% 不過當天盤中 他仍然強拉到漲停價81.4元 近期外資又對會有 情有獨鐘 連10個交易日買超 三大法人合計買超906張 而證交所在7月3號也公告 將會有列為注意有價證券資訊 會有最近6個營業日的累積收盤價 漲幅高達32.68% 而且7月3號的成交量 是最近60個營業日的 平均成交量的6.31倍 最近30個營業日起起 兩個營業日收盤價漲幅高達283.62% 會有主要業務是工業電腦影像分析 所屬的產業是光電業 近年他往車載領域轉型 聚焦在智慧交通解決方案 從2023年已經連虧7年了 不過目前看到營運從虧損逐步轉營的跡象 累計今年前五個月營收1.89億元年增22% AI概念股的股價是不斷的飆漲 不過其實經濟部長郭智輝最近就有說到 其實現在AI這麼行 但是卻都沒有就是要再增色電廠這個事情 對 那麼最近呢 這個停電還有跳電的事情也不斷的在發生 雖然說就是經濟部長是不斷的強調說 台灣不缺電 但是就在今天凌晨的時候 台中市的南屯區就出現了無預警的大停電 造成了2000多戶受到影響 而不少居民在睡夢中都被熱醒 台電就說了這一次會跳電停電呢 是因為有老鼠爬上了電線桿 台中市南屯區今日凌晨無預警大停電 不少居民睡夢中被熱醒 也有新手媽媽故娃到半夜 卻沒有冷氣沒有電扇熱到崩潰 台電台中处表示 凌晨接獲員警同保電線段落 立即派越至現場出力 經調查後發現原來是老鼠爬上電竿 要斷高壓電線 人員頂達後立即展開搶修 於一小時後恢復供電 總計供2093戶受到影響 沒想到造勢的老鼠被發現時已經慘遭電死 台電也強調停電造成民眾不便 深感抱歉 神無能 神無能 神無病 神無淨 神無 神